下面来讲第二个常见的内存疑惑是关于多极页表的 那我把多极页表常见的疑惑我总结出来大概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页表要设计成多极页表 直接使用一极页表是否可行 多极页表又引用了什么问题 那么第二个为什么页表存放在主内存里面 而不是存放在芯片内部的寄存器里面 第三个问题在二极页表系统中 访问一次内存地质A 最多需要访问几次内存 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虚拟地质到物理地质的一个映射过程 这张图上一个虚拟地质它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页面偏移 一部分叫索引值 那么这个索引值我们把它称作虚拟页证号VPN 那么对于物理的地质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 它里面有一个PFN 还有一个页面偏移 那么这个PFN我们把它称作物理页证号 那么MMU的工作就是把虚拟的页证号转换成物理页证号 那么处理器通常会使用一张表来存储这个VPN到PFN的一个映射关系 那么这个表我们称作页表 那么页表里面每一个表项我们称作页表项 那比如说我们看这张图CPU它发出一个虚拟地质的一个访问 那么这个虚拟地质里面它包含了两部分 一部分叫我们刚才叫VPN 这里也叫索引值 那么它首先通过这个索引值去查询这个页表 那么页表里面的每一项 每一项就是页表项里面包含了一个PFN 那么查询这个页表 它就找到了这个物理页证号PFN 这个物理页证号 它实际上是对应到物理内存的这个页证 它的一个编号 知道了这个编号 你就知道了它的这个页的物理地址 然后再加上这个页面偏移 就能找到刚才CPU 它发出虚拟地址所对应的物理地址 这个就是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一个映射过程 那如果我们把整张表放在寄存器里面 它会占用很多的硬件资源 比如说在32位系统里面 一个32位的寄存器最多存储32个比特 即四个字节 如果我们把整张页表的内容 都用寄存器的方式存储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需要多少个寄存器 我们后面会讲到一级页表 以及多级页表 一共它需要多少的存储空间 这些寄存器是需要消耗硬件资源的 简单来讲就是要消耗芯片面积的 因此我们通常的做法 是把这个页表放到主内存里面 通过一个叫做页表基地址的一个 一个寄存器 来指向这个页表的起始地址 那么处理器它发出的这个地址是虚拟地址 通过MMU这个硬件单元来查询页表 那么处理器它就得到了物理地址 最后把物理地址发送到内存控制器里面 从而实现了对内存地址的一个读写的一个操作 那下面我们来以最简单的一级页表为例 我们来做一进一步的解释 那么假设处理器采用一级页表 那么虚拟地址空间 我们假设它的位宽也是32比特位 那么它的寻止范围就是4个GB这个大小 那么我们假设物理地址空间 它的位宽也是32比特 那么它最大支持4GB的物理内存 那我们假设现在页面大小是4KB一个页面 那么为了映射整个4GB的地址空间 我们可以算一下它需要多少个页表像 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算式 就是4GB除以4K 那么就等于一兆 那么我们假设每个页表像 它占用四个字节 那么它就需要4兆大小的一个连续的一个物理内存 来存放这张的一级页表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虚拟地址里面 这里面VA就是0比特位到11比特位 它这里面是页面偏移 然后12比特位到3C比特位 这里面是虚拟页帧号VPN 那么它会作为一个索引值 在这个页表里面查询页表像 那页表其实非常类似一个宿主 那么VPN类似宿主的下标 然后查找宿主中对应的成员 那么页表像中它也包含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我们称作PFM物理页帧号 那么它代表在这个页面 在物理内存的这个帧号 相当于是物理内存按照这个物理页面一帧一帧的排序 这个我们称作页帧号 那么页帧号再加上虚拟地址的这个页面偏移 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物理地址 那么在这个页表像里面 我们除了这个PFM 我们还有一个属性 比如图中的V表示一个有效位 有效位为E的话 表示这个页表像对应的物理页面 它是在物理内存中 那么处理器可以去访问这个页面的内容 如果有效位为0的话 就表示这个物理页面 它不在内存中 它有可能在交换磁盘里面 那么如果CPU去访问这个页面 那么CPU它就会触发一个缺悦异常 那么操作系统就要去处理这个异常情况 那么当然实际的处理器里面 它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属性的比特位 比如说描述这个页面是否为脏 dirty bit 比如说描述这个页面是否具有可读 可写等等一些属性 那下面我们来讲一下采用一级页表的一个缺点 那如果处理器采用一级页表的话 我们假设地质空间的位宽32比特位 物理地质的位宽也是32比特 它最大支持4GB的物理内存 假设页面大小也是4K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算过了 我们要映射这个4G的这个虚拟地质空间 它需要一兆个页表像 那么每个页表像四个字节的话 我们就需要四兆大小的连续物理内存 来存放这个一级页表 那实际上是需要相当大的一个存储空间的 那么另外加上操作系统 它是要支持多进程雕度的 那么进程雕度器会在合适的时间来切换 进程A到进程B来运行 你比如说我进程A 我现在运行完了时间片 那么雕度器会选择另外一个进程 假设进程B来运行 那另外分页机制 它也会让每个进程 感觉到自己拥有了全部的虚拟地质空间 然后每个进程 它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页表 也就是说进程它在切换的时候 它是需要去切换页表的基地质的 那比如说这个系统里面 采用一级页表的话 那么每个进程需要分配四兆的 连续物理内存来存储这个一级页表 那这个本来就很浪费 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 在多进程的这个系统里面 我假设这个系统里面 有一个GB的物理内存 有100个进程 每个进程它光存储页表 就要占用四兆 那么这个系统里面100个进程 它就要占用400兆的内存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方案是相当的浪费内存的 那怎么办呢 那解决办法就是要设置一个多级的页表 来减少页表所占的内存空间 你比如说我们采用二级页表的话 那么二级页表就要分成一级页表和二级页表 那么页表基地的进程器 它会指向一级页表的基地值 那么一级页表的这个页表项里面 存放了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指向二级页表的基地值 那么当处理器要执行程序的时候 它只要把一级页表装载到内存里面 它并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些二级页表 都装载到内存里面 因为它是根据物理内存的分配和映射情况 去逐步创建和分配二级页表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假设现在一级页表里面 有4096个页表项 比如说这个图上有4096个页表项 然后每个页表项占用四个字节 那么一级页表它就需要16K的这个内存 然后就够了 那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进程 我在创建的时候 我只需要分配四个4K的页面 就是16K的内存 我去存储这个一级页表就可以了 那么至于二级页表 进程用到哪些内存的时候 我才动态去创建和映射二级页表 那如果我们采用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一级页表的这个方案 你每创建一个进程 你就要分配四照连续的物理内存 来存储这个一级页表 那我现在只需要分配16K的内存 来存储这个第一级页表就可以了 所以二级页表的方案是比一级页表的方案更节省内存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级页表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一页里面是某一款处理器的一个二级页表的一个例子 那么它的虚拟地址 它这个虚拟地址分成了三部分 比一级页表它 我们在看一级页表那页PPT的时候 我们说过一级页表虚拟地址分成两个部分 那二级页表的话虚拟地址它会分成三个部分 那么高比特位高的12个比特位 它我们称作为L1的索引 那么中间这8个比特位我们称作L2的索引 然后最后这12个比特位我们称作是这个页面偏移 那么我们虚拟地址的第20个比特位到31个比特位 可以用作一级页表的索引值 那么它一共有12个比特位 那么它最大可以索引4096个页表项 那么这个虚拟地址的第12到19 作为第二级页表的索引值 它一共有8个比特位 那么最大可以索引256个页表项 那么当进程去Folk一个新进程的时候 首先会创建一级页表 这里面的一级页表 分配16K的页面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 一级页表有4096个页表项 每个页表项四个字节 就是第一级页表占16K这么大小就够了 那么当超级系统准备让这个进程运行的时候 设置这个一级页表 在物理内存中的气质地址 到这个页表基地址计认器里面 比如说设计到这个TTBRX这个计认器里面 那么进程在执行过程中 它如果需要访问物理内存 那么因为这个一级页表 它页表项是空的嘛 因为刚分配 那么它就会触发一个缺业异常 那么在缺业异常里面 它去分配一个二级页表 然后把二级页表的这个旗子地址 填充到这个一级页表的这个对应的这个页表项里面 然后再分配一个具体的物理页面 然后把物理页面的这个 它组成了这个PFM 加上一些页表属性 那组成了一个页表项 填充到这个二级页表里面 那么这样的话它就逐步的完成了页表的填充 那么随着进程的这个执行 那么它需要访问越来越多的内存 那么操作系统就会逐步的去创建更多的二级页表 比如说以图上这个图为例的话 那么这个二级页表有256个页表项 也就是说每个页表项它对了一个页面 那么当这个256个页面都填充完了 那么它就会去创建下一个二级页表 然后继续填充到这个一级页表的页表项里面 所以我们采用二级页表的这个情况下 二级页表是动态构建的 而不是进程创建的时候 它全部把这个页表都分配好 都填充好 这一点上是跟一级页表这个方案是有本质区别的 那下面简单讲一下二级页表 这个MMU它是怎么去便利这个这个页表的 其实便利也很简单 首先CPU要发出一个访问的一个虚拟地址 虚拟地址刚才讲了分成三部分 L1所影 L2所影 还有一个页内偏移 然后MMU它要通过这个页表基地址计算器 它能知道这个第一级页表 它的一个基地址 它知道它这个基地址 然后通过这个L1的所影 来去查询这个一级页表 那么查询到的话 它会得到一个一级页表的页表项 这个一级页表项里面 它里面的有预存储了 指向二级页表的一个基地址 那么它就知道了 MMU就知道了二级页表的这个奇尺的物理地址 那么这时候再通过这个虚拟地址的L2所影 来去查找二级页表 那么二级页表里面 它有包含了指向最终物理地址的页增号 PFM 然后PFM再根据这个虚拟地址的这个页面偏移 它就能找到最终的物理地址 那么这个就是二级页表的一个页表的查询的一个过程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第三个常见的疑惑 我们刚才和大家详细分析了关于页表的一个问题 其实页表的作用是帮助MMU这个硬件单元 实现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一个转换 那么有不少细心的同学可能发现了一个这样一个疑问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页表项里面有指向下一级页表基地址的一个指针 那么它指向的是下一级页表的基地址的这个物理地址呢 还是虚拟地址的 比如说这张图上 这张图上是某一款CPU 它的页表的页表项的一个内容 因为一个页表项它通常大概分成了几部分 前面这两个比特位表示这个页表项的这个有效位 是否有效 那么这里面会有一些页表项的属性 那么最重要是这部分 第12个比特位到第47个比特位 这里面是用来指向下一级页表的基地址 那么我们的疑问之说 这部分黄色这部分 它指向了下一级页表的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 那么这是一个初学者很常见的疑问 我们知道在使能MMU之后 CPU直接寻止虚拟地址 而MMU硬件单元负责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一个转换和翻译工作 那么这个地址翻译和转换的工作的依据就是页表 那么页表项的内容由操作系统来负责填充的 如果下一级页表的基地址是虚拟地址的话 那么MMU它是不知道去怎么转换的 那么这时候MMU还需要查询另外一个页表 才能找到这个虚拟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 这样的话MMU它就会陷入死循环了 所以我们通常下一级页表 通常下一级页表的基地址是采用物理地址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常见的内存管理相关的疑惑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有不少同学在阅读Linux内核关于页表代码的时候 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 我们刚才分析二级页表的时候 我们知道MMU硬件单元它会便利页表 而且我们刚才也解释过了 对吧 但是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Linux内核里面 也有便利这个页表的一些函数 比如说这个WorkPGD CreatePGD Mapping FollowPage 那么等等这些函数 MMU这个硬件单元 我们便利页表容易理解 MMU硬件单元从页表这个基地址 寄存器里面得到了这个一级页表的这个物理地址 那么然后通过虚拟地址的这个每一级页表的索引值 我们就能找到对应的页表像 页表像里面又存储了下一级页表这个物理的基地址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一级一级的去便利整个页表 这个对MMU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站在软件的角度 比如说Linux内核 它的这个PGD-T PUD-T PMD-T以及PTE-T这些数据结构里面 我们去看这个数据结构的定义啊 这里面 比如说这个是ARM64的这个Linux内核 ARM64的这个代码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刚讲的这个PGD-T PUD-T PMD-T PT-T 这里面它这个数据结构的这个定义 它都是用U64啊 这个类型的一个变量 你会发现这个描述这个页表像的这个数据结构里面 它是没有一个指向下一级页表的一个指针的 那我们的疑问就是说 Linux内核 从软件的角度上 它是怎么去便利这个页表的呢 既然没有指向下一级页表的指针 它怎么去便利呢 下面我们来列出一个软件便利页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函数 work page table这个函数 那你比如说第32行 它调用了一个PGD offset这个红 它就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虚拟地址 它找到这个address对应的这个页表像的虚拟地址 然后这个指针PGDP就指向了这个页表像 因为这个PGDP是一个指针 它指向的是这个address对应的PGD页表像的虚拟地址 然后大家需要注意这个init MMP 这是一个指向了这个内核页表的这个基地址 因为系统中所有内核线程 它都使用相同的一个内核页表 那么在内核里面我们称作swiper pgdir 它在这个init MMP这个数结构里面 它有一个PGD的成员也指向这个页表 那么接下来比较难理解的是说 Linux内核它是如何去查找到下一级页表的这个基地址的这个虚拟地址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PGDT这个数结构里面 PGDP这个数结构里面 没有存储一个指针指向下一级页表的虚拟地址的 那我们因为因为这段代码 我们是通过软件去便利这个页表的 那我们的疑问是说它怎么去便利呢 怎么得到下一级页表的这个基地址的虚拟地址呢 这是我们的疑问 那我们知道在Linux内核里面 物理内存会通过线性映射的方式 映射到这个内核空间 也就是说把物理内存线性映射到某一个内核空间里面 这个偏移的地址就是Page Offset 所以在内核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实现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一个转换 Linux内核提供两个红 一个叫PA的红 那么PA的红用来计算这个线性映射的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 那么另外一个红是物理地址到虚拟地址 就是这个VA的红 用来计算内核线性映射的物理地址到虚拟地址 那这页PPT里面是说这个PGD Offset和这个PUD Offset 它们之间的一个这个红的计算 那我们来看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就是说的一个物理内存的一个线性映射 那么这部分是物理内存 那么在系统处置化的时候会把这部分物理内存线性映射到这个内核空间的这部分 那么它的偏移量就是Page Offset 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个图 那么MM-PGD它存储了指向PGD 这里PGD指的是一级页表 这个因为在Linux内核里面 我们通常采用X86的一个叫法 一级页表我们叫PGD 所以这个MM-PGD这个成员 它指向了PGD页表的起始的一个虚拟地址 那么我们通过虚拟地址的这个PGD的索引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PGD页表里面找到对应的这个虚拟地址对应的这个PGD的页表像 那我们就可以去读取PGD页表像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在PGD页表像里面 因为存储了指向下一级页表基地址的物理地址 那我们再通过一个刚才讲的一个VA的这个红 我们就可以快速地把这个物理地址转换成内核空间里面的虚拟地址 因为刚讲了整个物理内存都是线性影射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从物理地址得到了虚拟地址 通过这样方式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了下一级页表 比如说这张图上下一级页表PMD 它的一个页表基地址的一个虚拟地址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PGD这个数据结构里面 我们去存储一个指针来去计算下一级页表的这个基地址的虚拟地址 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非常巧妙地运用了Linux内核 线性影射以及页表相关的一些硬件知识 我们综合起来 我们来解决和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来解决一下